好好好 我继续跟你讲 有一天呢 你穿越了 穿越 对 就是你一觉醒来 还发现自己坏了个人 你的灵魂呢 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刚醒来 你就发现四肢发疼 浑身使不上力气 这个时候 有两个趾高强的人冲了进来 大喊着 飞雾 你怎么还不去刷马桶 上本王去刷马桶 哎呀 现在已经不是南昭国的亲王了 而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小人物 那个世界呢 以武为尊 但你的体质无法练旋律 所以 哎呀 你就把旋律想象成你的内力 你想想 整个世界的人都有内力 但你没有 你不爱欺负 是爱欺负啊 那本王自然是要练呢 是啊 你确实要练 但你现在浑身无力 还无法练 这两个人要你去刷马桶 你去不去 你不刷他们就揍你 孩子我不要紧 如果他们一个不小心 把你揍死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握心长的 马桶自是要刷的 但待本王练成武功时 必要他们付出代价 嗯 很好 你的性格很适合当男主 你捏着鼻子 刷了马桶 刚洗完澡去吃饭 没想到厨房给了你猪食 猪食 是啊 厨房里的厨子还说了 老子怎么说也是个赤鸡 老子赤鸡舞者做的饭 你这个废物不配吃 你就配吃猪食 东方烈一把抓住 叶琉璃的衣领 放开 你放开 别太入戏了 在这说 你把太子想象成那个吃鸡厨子 不是我 我是无辜他 你继续说 叶琉璃眼珠子一转 鸡不可失 尸不再来啊 他立即将身上的薄贝扔出去 就这么直接坐在了东方烈的腿上 身子靠在了东方烈的身上 这小麻药的手感还挺不错的 如果不看那脸 关上灯 也可以忍忍 叶琉璃 你得寸进尺 快讲 那好 我问你 你吃不吃猪食 不吃 对 马桶可以刷 猪食不能吃 讲啊 后来呢